今天冲突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呀 因为亨廷人当年是在冷战结束的背景下 提出这个文明冲突的一个下一轮的冲突 可是我们多少能够看到现在的冲突的结构 我们比方说中国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更强调意识形态 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当中 现在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过了中国 在中国国际领域里面 中国常常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都可以共存 反而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讨论自由民主的讨论当中 反而变成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凝结点 这个是到底是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文明冲突 这也可以认真地思考 也就是这一套意识形态冲突背后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文明要素 过去的经验确实是每次有新兴大国崛起的时候 就会发生新的冲突 那么这个竞争在今天也存在 所以我们必须探讨一个新的可能性 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已经处在多极化的这个世界里面 如果还是希望重新转化为单极或者是两极世界的话 那对人类来说都是灾难性 所以需要的是 确实是需要一个新的全球的变革 我觉得出现了一些新因素 感谢观看